台风康瑞霞强风豪雨铺台花莲泥流狂蟹 新北板桥瓷绘工牌楼倒塌 台风康瑞10月31日直铺台湾 强风豪雨导致各地传出灾情 花莲多处淹水无法通行 街道电线杆倒塌 货车翻覆 多间铁皮屋屋顶被吹先 台中海线地区红绿灯杆被强风吹歪 电线锤在半空中 全国一度数十万户停电 陆海空交通也受影响 康瑞一日清晨已转清台并逐渐远离 除少数县市区域外 多数县市已恢复上班上课 中央社整理11月1日全台停班停课状况 彭博专访博留总统会数人 中国施压要求对台湾断交 博留共和国总统会数人 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 博留面临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停止支持台湾 外交部指出 对中国具特定目的 强力运用经济胁迫打压台湾邦交国的行径 予以严正谴责 到其落后5分大逆转 7比6几垮扬杨基多世界大赛冠军 MLB世界大赛第五战 洛杉矶到其10月30日一度落后5分 最终以7比6逆转胜 以4胜一赴拿下队史第8座世界大赛冠军 到其球员弗利曼对杨基武战轰出 4支全雷打并贡献12分打点 获选为世界大赛MVT 日籍球星大谷祥平首度入手 世界大赛冠军戒指 实现他高中时希望童年夺冠与结婚的梦想 贝兹则成为唯一至少拥有 三枚世界大赛冠军戒的现役野手 北韩试射飞弹移为洲际飞弹等级飞行高度 与时间创新高 日本防卫省表示 北韩10月31日上午发射弹道飞弹 移为洲际弹道飞弹 ICBM等级且可能是新型飞弹 并推估飞行最高高度于7000公里 飞行时间达86分钟 双双创下新高 北韩上一次试射弹道飞弹 或可能是弹道飞弹的飞行物体是在9月18日 这次是今年第12次 西班牙洪灾增至158死救难人员 持续寻找生还者 西班牙发生罕见洪灾 死亡人数于10月31日增加到至少158人 救难人员仍在全力寻找有无生还者 政府也呼吁灾区民众待在家中 并市警紧急状况还没结束 这可能是西班牙近30年最致命的洪灾 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描述 看到民众爬上车顶 汹涌的褐色水流涌过街道 将树木连根拔起 甚至建筑物的大石砖都被带走 主计总处概估第三季经济成长3.97% 全年渴望突破4% AI需求火热 激励台湾出口血下量演成机 主计总处10月31日公布第三季经济成长概估为3.97% 优于预期 在第四季经济成长维持预测值的前提下 渴望拉抬全年经济成长率突破4% 达4.10% 优于8月预测值3.9% 景气稳健扩张 中国货轮野柳哥前290吨油 若全落海保暑模拟油屋分布范围于30公里 中国籍货轮豫州启航10月29日航行至野柳甲0.6里进海滞留后下双毛汽船 10月31日触礁搁浅 依海保暑模拟 若船上约290吨油品全部短时间外泄 油屋分布在海岸范围约有30.5公里 古林瑞阳提出旅外球员申请待终止公告后启动程序 终止统一师强投古林瑞阳有望旅日 包括胡腿队在内多支球队有兴趣 他的经济公司10月31日表示 古林瑞阳已经向师队提出旅外球员申请 并完成相关程序 后续等待联盟公告 在联盟公告后 师队与其他国外球团的交涉程序就会启动 台风影响刘德华小巨蛋演唱会 10月31日场次延期补办 歌手刘德华台北小巨蛋 10月31日演唱会 受台风康瑞影响停办 主办单位下午公告 收到台北捷运公司通知 因台风停办晚间演唱会 有粉丝不满表示 已经抵达台北才得知消息 但也有人缓加的确该以安全为重 该场次演唱会将于 11月2日中午12时补办 观众可持援场次票券入场 大巨蛋2025年仅供中职20场联盟 领队与棒球优先 中华职棒10月31日召开线上领队会议 最重要议程为明年赛程安排与大巨蛋场次讨论 而远雄大巨蛋提供初步版本 明年仅给中职20场 联盟与6球团表示难以接受 呼吁应以棒球赛事优先 开箱老照片首批美元战斗机运抵台湾 1950年韩战爆发 美国再度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 隔年开始提供台湾各种援助 帮助台湾稳定局势 首批美元战斗机F47N在1952年10月31日运抵台湾 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蔡司将军代表美方 在高雄码头移交给我国空军总司令王淑明将军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 中央社早安世界